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由于练习瑜伽导致的受伤事件却屡屡发生 那么练瑜伽到底安不安全呢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去练习瑜伽呢 这里是生活早上考 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 练瑜伽竟然伤筋痛苦甚至突然死亡 我是没想到第一天去来就第一天就去世了 就在建筑房间 瑜伽受伤事件频发究竟是何原因 那么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急性的事 瑜伽行业乱象丛生 监管部门如何应对 瑜伽项目还不是我们国家中心意向的全面项目 敬请收看生活早餐考 瑜伽之争 2013年3月13日 一则长沙大四女生练瑜伽猝死健身房的报道 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 一时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第一堂瑜伽课上 心心就栽倒在地 再也没起过了 猝死的女孩叫小新 如南某高校大四在读学生 毕业在即本想通过健身增强体质 却在她的第一节瑜伽课上突然死亡 小新仅有的一次瑜伽尝试 却让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要想到要照顾爸爸 爸爸身体也不好 然后她就想到保护自己的身体 就想个健身嘛 可是没想到第一天去了 第一天就去世了 就在健身房 小新是家中的独生女 临近大四毕业正在准备考研 面对女儿的突然死亡 小新的母亲几度崩溃 小新的同学小丽 向记者回忆了事发经过 2013年3月11日晚6点 两人在学校附近的 博籍健身美容俱乐部 花了488元钱 办了一张会员卡 当时正好赶上是瑜伽课 小新是第一次练瑜伽 因此她学得很兴奋 也很认真 一个小时之后 大家又跟着教练 一起做起了原地慢跑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意外突然发生了 六点半到七点半 就是练了一小时瑜伽 瑜伽最后还休息了 休息了五分钟的样子 然后在原地慢跑 有东西起下脖子 原地慢跑的时候 就突然她就倒地了 又在就是脸色整个发青 然后眼睛往上拌 就是伴随 轻微臭 就是臭处 几乎没有任何前兆 小新突然投往后仰 栽倒在地上 同学小丽赶紧拨打了120 十多分钟之后 小新被送往 长沙市第四医院抢救 晚上八点半左右 也就是事发后不到一个小时 小新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同学和家人眼中 小新的身体一直很好 入学和毕业体检 都显示身体状况良好 且日常作息很有规律 大学四年都没有见她 有过任何突发性疾病 在事发前一天 小新还参加了学校运动会 2000米中场跑比赛 一直都还很好 我们几个房子一起来 把运动车 在前两天做的那个 毕业的检测 2000米 在同学和家人眼里 小新这样的意外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可让人不解的是 既然小新身体状况 一直良好 那为什么会在 第一次练习瑜伽的过程中 突然丧命呢 她的意外死亡 究竟和练习瑜伽 有没有关系呢 小新的悲剧 并不仅仅是个案 调查中记者发现 近几年来 练习瑜伽导致受伤的事件 经常出现在 各种媒体的报道中 2011年 湖北的赵女士 在练习瑜伽过程中 惨遭大腿骨折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 在工商等部门的调解下 最终 瑜伽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010年媒体报道了 上海郑女士练习瑜伽时 因方法不当而导致 腰椎肩盘突出 一度不能下床 面临瘫痪的危险 核磁共振结果显示 郑女士的第四五节 腰椎肩盘突出 向上移位 导致左侧神经根部 严重受压 回首自己噩梦般的受伤经历 郑女士几乎不敢相信 如此严重的腰椎伤害 真的是瑜伽导致的吗 如果说突然之间给她一个外力 那有可能突然之间超出了我们 这种关节和脊柱的承受的能力 那么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急性的损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关节外科专家蔡虚告诉记者 近年来由于练习瑜伽 导致身体受伤的病人日益增多 令她至今难忘的是 去年三月 她给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 做了一台关节镜手术 女孩在练瑜伽时 不知做了什么高难度的动作 竟然活生生 把膝关节里的软骨 带着骨头卡下了一小块 最后只能通过手术 把它取了出来 鱼家对颈椎和腰椎的伤害 最终都有可能造成练习的瘫痪 程松峰 中国资深鱼家评论人 研究鱼家运动长达十年 他也是国内旗帜鲜明 反对鱼家运动的代表人物 这个鱼家就是说 鱼家的理论基础 还有他的实践方法 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 和方向性的误导 如果鱼家练习 不会让人受伤的话 那我就是做鱼家大事了 随后记者走访了北京 上海蓝州等地的多家医院 了解到 目前医院的骨科运动损伤科 接诊的鱼家受伤人数逐年攀升 让人意外的是 前来治疗的受伤者既有学员 也有不少是鱼家教练 有的教练就是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之后拿到证书 就对学员开始培训 然后不仅是对学员造成了伤害 对自己也造成了伤害 李女士 甘肃省兰州市人 曾是一名鱼家教练 一年前因练习鱼家 鱼饰 肩倒立饰等体饰 导致颈椎受伤 像我本人的话 就是以前练习的时候 有做一些肩倒立饰 鱼饰 这样的体饰 练的时候就是觉得 颈椎这个地方 因为做的时候会把颈椎窝起来 久而久之的话 就会造成一些伤害 李女士说 她以前非常喜欢练瑜伽 而且瑜伽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像离世 肩倒立饰 对她来说也很容易做到 而且一次能坚持十几分钟 但是在练习瑜伽半年之后 她的颈椎明显感觉不适 像这个肩倒立饰 这种提示就很容易造成颈椎的伤害 没练习的过程当中 颈椎是90度折起来的 最终疼痛难忍的李女士 去兰州当地医院检查 结果却令她被一下意外 医生说我的颈椎有那个 就是生理趋度变直 就是本来应该有的颈椎的 自然的生理趋度 后来就变得变直了 医生说 李女士颈椎生理趋度变直 会压迫到不同的神经 从而导致颈部僵硬 活动受陷 局部肌肉受损等症状 严重的还会导致头晕 恶心 走入眩晕等症状 这个是我那个时候 去医院里拍的一张 S光片颈椎的 我的这个身理趋度变直了 另外就是里面有腐质增生 那李女士的颈椎问题 究竟是不是练习瑜伽导致的呢 接手倒立的时候 突然发生旋转或者是倾倒 头部垂直受到一个冲击了以后 他就会传导着这根这几只颈椎 如果颈椎在不协调的状态中扭转 它会产生关节错位 空军总医院正骨科副主任郭伟告诉记者 从2006年10月开始至今 他接诊过数百例因练习瑜伽受伤的病人 都是时尚女性30岁左右 瑜伽病成了目前他治疗的新病种 据了解 瑜伽虽然在我国风雨将近10年 但该行业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伤病统计 而据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 最近的一份统计新数据显示 美国平均每年接到的瑜伽受伤案例 约5500例 调查显示 只有少数的瑜伽练习者受伤后前往医院治疗 大部分人往往求助家庭医生 脊椎按摩师进行辅助治疗 此外 2009年 纽约一项针对全球瑜伽教练治疗师和医生的调查结果显示 练瑜伽损伤最多的部位是下背部 肩部 膝盖 颈部 对此 医学专家指出 成年人的关节一旦损伤都不可逆 而且会埋下更大的隐患 没有想到看起来那么柔软的瑜伽运动 居然能对这个人身体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那我也问一下李教练 究竟是哪出了问题呢 就像您说的瑜伽是一种看上去很柔软的一种运动 但是由于现在众多人盲目追求练习瑜伽 只是追求表面的体位跟体式 并没有真正了解瑜伽 他的心态没有摆正 所以可能进入了误区造成了身体伤害 而且还有好多人练习者 在没有了解自身的身体机能情况之下 急于去练习瑜伽 比如说高血压 心脏病 肩椎盘突出 或者是双膝的状况 选择了对他的身体状况不相应的瑜伽动作 反而造成了是物极必反 同样的在教练方面呢 有很多教练呢 是速成培训出来的 所以在专业知识以及专业经验上呢 他没有达到一个扎实的基础 不能给学员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容易造成瑜伽伤害 为了让大家更多了解瑜伽运动 我们节目和这个新浪的新观察 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 百分之八四点七的人 在遇到做不到的瑜伽动作时 选择了放弃 还有百分之四三点六的人 认为掌握不当动作力度 及幅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那我想问呢 我们该如何练习瑜伽 怎么练才能避免伤害呢 我们倡导的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在一个政策指导下 做到你自己的安全限度 你自己做到最好 不用咬牙坚持 咬牙坚持有可能会造成韧带撕裂 肌肉拉伤 我们提倡循序健进 每天每天进步一点点 你光说没用 你是教练 你肯定瑜伽很帮很帮的 你随便弄几个简单动作 告诉我们怎么样避免伤害 行吗 好 因为自我感觉我身体也不错 这样很容易受到瑜伽上 就我看看能不能做到大概那个地步 你先做 好 第一个动作 我先给你展示一个 单脚单腿平衡的动作 现在准备好以后 带我们注意力集中 弯曲上身 实体交扣 抓在 左前脚上 这样 慢慢往前 哎呦 我刚刚做的时候 我怎么也支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建议你抢手 这很容易到 不但能用拉伤 你撑拉几条腿 而且您下的腿不稳定 您在蹦的过程中 很容易伤到膝关节 这个 这个动作就对 不强求你 撑直 不强求 一定要循序健进 一定要把第一个阶段做好 第二个站立动作 也是个单腿平衡站立动作 伸出右手 掌心向上 从内侧抓住右脚脚踝 虎口向上 先将双膝并拢 跨步摆正 左手指尖 脚上青蛙板 下巴抵在左肩肩头 眼睛注视镜中一点 准备好 右腿向上 同时手指尖 你小心 你做一做 我不模仿了 身体两头同时运动 身体两头同时运动 身体向下 手指尖向前 这动作就是 对刚才一开始 你的动作 我们叫勇往直前 好 这个动作 如果说不注意的话 哪会容易受到伤态 胯骨进行成了 因为我们原本是将胯骨摆正 但如果胯骨摆不好的话 踢得坎高 但实际上把胯骨全部都引歪了 接下来 还有没有更高难度的 其实我练练我也行 好 三脚式 从山式起式开始 双手并拢 右脚向右跨出一大步 同时双臂与地面平行 脚心向下 弹动左膝 将胯部下压 直至你的左大腿与地面平行 腹部收紧双臂向后 臀部向前推 微向前推 同时运转双臂 将左肘抵在左膝前方 这容易 这没问题 错了的话 对哪有伤态 如果没有调整的话 双脚跟部在一条直线上 会对你的胯骨造成压力不同 臀部跟胯骨没有打开 屁股是撅到的 刚才我估计是撅了 长期练习你的膝盖 膝关节会有酸痛的感觉 好的 谢谢李教练 哎呀 受益非浅了 为什么练瑜伽会频频受到伤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记者暗访北京多家瑜伽会馆 行业乱象 急待解决 要把你先换钱 你去去 可以去买一个人 瑜伽受伤事件 厉厉发生 究竟是不是瑜伽处置 工作的瑜伽很好 在某段期间就被导致到 身边在这家 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中国瑜伽行业 该何去何从 生活早参考 瑜伽之争正在播出 调查中记者注意到 很多人都知道瑜伽可以修身养性 但是对于练瑜伽之前 应该注意什么 却并不清楚 那么频频发生的瑜伽受伤事件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好多练习瑜伽的朋友 就是造成了一些身体上的伤害 其实是由于教练的误导造成的 这种瑜伽教练呢 他连自己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保障 这个练习者的安全 现在就是说瑜伽一个培训呢 就是说瑜伽培训没有管理 就是国家没有管理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 近十年瑜伽在全国各地 以其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 瑜伽会馆 瑜伽培训学校遍地太花 一边是日益繁荣的瑜伽市场 另一边却是频频发生的瑜伽受伤事件 业内人士将问题的根源 直指瑜伽培训行业的种种乱象 为了了解这其中的内幕 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大型瑜伽会馆 在这家位于北京市海电区 古时务的净缠瑜伽馆 教练谢女士告诉记者 她在大学的专业是舞蹈 2006年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练习瑜伽 我2006年本周我的专业是舞蹈 然后我2006年也做了瑜伽 谢女士说 由舞蹈老师便为瑜伽教练 对她来说并不难 因为她有舞蹈功底 再加上平时参加一些瑜伽培训交流活动 积累了一些瑜伽授课经验 去年6月在北京开办了瑜伽馆 中国最早的瑜伽教练 都是舞蹈演员和体操运动员出身 他们身体的温温度非常好 他们经过三天 20个小时的培训 就可以出来做瑜伽教练了 但就是这样一位自称是高级瑜伽导师的教练 却没有任何瑜伽授课资证书 而当记者问到频频发生了瑜伽学员受伤事件时 谢女士说 自从去年6月开班至今 她的班上没有一个学员受伤 但是受伤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 到现在我为止我没有见过 有一个学员在这一块练习受伤 受伤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老师的问题 而也大部分可能也是自己学生 自己本身的问题 谢女士说 练习瑜伽受伤 大部分是学员自身练习不当造成的 反而有一些颈椎腰椎病的学员 在她这里练了一个月之后 身体都恢复了健康 对于谢女士所说的练习瑜伽能缓解 颈椎腰椎病人疼痛的说法 程松峰则明确表示怀疑 为了进一步了解瑜伽受伤事件频发的原因 记者又来到了位于封台区青塔西路的 静越瑜伽会馆 会馆设有较为齐全的瑜伽项目 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静越瑜伽会馆目前有七名瑜伽教练 其中六名教练没有相关自制 但都具有三年以上的教课经验 但馆内有一名叫苏三的教练 取得了印度瑜伽大师 爱阳格教学资格证书 在瑜伽行业 爱阳格被公认为目前在世的 全世界最伟大的瑜伽导师之一 他是爱阳格瑜伽练习法的创始人 他的瑜伽之光光药生命等著作 风移全球 但爱阳格推行的 瑜伽适合于每一个人 并对疾病治疗效果显著的理论 真的有效吗 调查中记者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这是2012年美国纽约时报 著名科学专栏记者布拉德的 一篇关于瑜伽的报道 文章讲述了美国资深瑜伽教练 格伦布莱克以一则故事 来阐明自己对于爱阳格瑜伽的观点 他在印度爱阳格学院求学时 有个学生做了脊柱大扭转的动作 结果只听其肋骨 嘎嘣响了三声就断了 布莱克说 这个场面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记者注意到 业内人士对于爱阳格祖孙三代 爱阳格大弟子 中国爱阳格瑜伽学院教练等人的怪异形体 也说法不一 2011年中印瑜伽峰会视频中 爱阳格走路时明显的一瘸一拐 对此 程松峰等瑜伽反对者称 练习瑜伽导致的脊柱 骨盆 骨关节损伤 就可能造成这种怪异形体 爱阳格自己走路一瘸一拐 你看人家大师们自己的身体 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人的这种体型 而爱阳格在其著作《光耀生命艺术》中 专门有一张内容阐述了 要练习瑜伽必须忍受痛苦的观点 而程松峰对爱阳格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认为这种观点是在为瑜伽伤害所造成的痛苦 圆黄 此外翻开爱阳格的另一本著作《瑜伽之光》 记者注意到 书中介绍了几十种瑜伽高难度体式 如离式 肩道力式 头道力式 此前受伤的瑜伽教练李女士认为 这些高难度体式都需要练习者具备较高的身体柔韧度和耐力 并不是普通瑜伽爱好者轻易能够做到的 他认为自己恰恰就是在做肩道力式和离式练习过程中造成了颈椎的伤害 像这个离式 也是很容易造成颈椎伤害的提示 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就是颈椎不好的朋友一定要避免做这种练习 像这个双脚离式 也是离式的变体 还有侧离式 这两种提示都会对颈椎造成一定的伤害 对于瑜伽可能造成的伤害 从业者和反对者观点截然相反 为了了解瑜伽教练的资质问题 记者又来到了位于石井山区的双跃百合瑜伽馆 你坐这儿吧 就给你开着 你就只要你一分钟 教练的有资历吗 都有 咱们每个老师各地人都在三年以下 就在专业的成绩机构毕业吧 工作人员称 双跃百合瑜伽馆的每一名教练都有授课资质 会馆里的几位老师 大都是在北京凡音瑜伽教练培训学校毕业的 打开北京凡音瑜伽教练培训学校的官方网站 凡音瑜伽国际名师云集与世界瑜伽先进水平同步等字眼 十分醒目 据网站介绍 学校的所有教练都来自国外资深的瑜伽导师 凡音瑜伽是美国瑜伽联盟认证学校 毕业证书也是英文样板 那么北京凡音瑜伽教练培训学校 真的如网站上宣传的那样具有国际教练资质吗 为此 记得随后又来到了位于北京东四环大望路附近的 北京凡音瑜伽教练培训学校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在这里一个完全不会瑜伽的人 通过29天学习 就可以拿到瑜伽教练的国际认证证书 也就是说 一个外行只要在这学习一个月 就能摇身一变 拿到国际瑜伽教练证书 去瑜伽馆应聘教课 调查中记得了解到 美国瑜伽联盟成立于1982年 欧洲瑜伽联盟成立于1987年 两大国际瑜伽联盟是为了规范瑜伽行业专门成立的 联盟对瑜伽教练的考核标准是极其严格的 想成为瑜伽教练 必须经过至少三年的系统学习 并通过考试才能获得资格证书 而且在以后的从业生涯中 教练还需要定期接受培训 如果因教练教授不当导致学院受伤 则会取消其任教资格 美国和欧洲瑜伽联盟培训瑜伽教练的标准 与凡因瑜伽学校29天快速出炉的做法大相径庭 那么国内的瑜伽行业到底有没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和行业规范呢 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人 因为目前呢就是瑜伽项目还不是我们国家正式立项的体育运动项目 那么相应的瑜伽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 也没有列入到我们国家职业资格管理的系列当中 社会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以技术培训证书带职业资格证书的现象 这可能就是是引起瑜伽社会体育指导人员资质认定这个混乱的一个最主要的情况 罗军强调 目前瑜伽这项运动还没有在国家体育总局正式立项 因此目前的确没有官方的认证机构对瑜伽教练资质进行认证 针对目前瑜伽培训行业还没有相关国家标准 部分瑜伽从业人员及整个行业都缺乏监管和规范的问题 罗军表示 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开始着手对瑜伽运动的管理进行调研 那么一般上来讲呢就是这个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对于频频发生的瑜伽受伤甚至死亡事件 真的是瑜伽运动本身导致的吗 前面节目中提到的练习瑜伽过程中受伤的郑女士和李女士 他们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小欣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 她的意外丧命令人惋惜 都说练瑜伽很好啊 在磨岔之间就被导致她的生命再丢掉了 就练没了 你说我怎么办 你练瑜伽对身体好不好 给我说一什么是什么回事吗 你给我交参一下 你自使练瑜伽 有没有这个 知识有没有这个 叫父女人 警方初步判断 小欣为心脏骤停 但这个结果 让小欣的父母难以接受 就说来说 心脏骤停 告诉我们四学 有没有什么原因 没有 没有 事发之后 小欣的母亲一度找到健身房 想讨个说法 可是健身房却早已经是 大门紧闭联系不上任何人 目前长沙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而饱受腰椎疼痛折磨的郑女士 最终接受了手术 避免了终身瘫痪的风险 如今的她 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 弯腰活动了 而对于家住兰州的李女士 颈椎的疼痛一直到现在 仍然在困扰着她 自从颈椎受伤之后 她已经停止练习瑜伽 医生说我现在这个颈椎 就像是50岁的人的颈椎 可能这个生理趋度恢复不了了 现在晚上睡觉 就整一个那个圆柱状的枕头 只能整着颈椎 作为曾经的一名瑜伽教练 李女士认为 练习瑜伽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定 不要盲目的跟着练习一些高难度动作 但是如果已经感觉到了明显的不舒服的话 不要太执着的进行练习 现在的李女士已经从事别的职业 可是练习瑜伽给她带来的颈椎伤痛将伴随众生 瑜伽虽然以她的各种优势受到现代女性的追捧 但根据这个记者的调查 目前国内宣称包治百病的瑜伽行业却病得不轻啊 瑜伽商人的事件也是屡屡的发生 瑜伽行业乱象问题层出不穷 商业利益下中国的瑜伽行业该何去何从 在这里我们呼吁国家相关管理部门 尽早制定有关瑜伽的管理的标准 健全完善瑜伽培训市场 避免发生更多的瑜伽受伤事件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